好的 谢谢 想问一下我过世的父亲 他的名字叫 陈风圣 2005年过世的 你看这小弟多可怜 年纪这么小爸爸就没有 所以大家知道 天有不適的风云啊 要自己要好好地修长 叫什么名字啊 尔东陈 尔 最后一个什么字啊 陈风圣 什么 冒险的 风圣的风是吧 对 陈风圣是吧 对 小弟他不行 他在下面 我告诉你 现在他告诉我 他回到家看过你们两次 我们家里有人谁做朋友的 我妈妈 你现在能不能帮他操作啊 能 他现在跟我说守护了你 他主要守护了你不是守护了你吗 听得懂吗 可以是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欠你的 但是你妈欠你 你妈欠他了 明白了吗 你现在帮他念 四十九章小房子 台长可以让他 你念到四十九章的时候 台长可以让他 台长可以让他 你念到四十九章的时候 台长可以让他 来看看 感谢你带着 谢谢 好了 谢谢我们的所有的马来西亚的朋友们 台长非常高兴 能够跟大家一起 大家发喜充满 今天所有来的人 观世音菩萨 都会保佑你们的 台长 希望好好学国修行 今天来的人菩萨 都会给你们加持 大家觉得热不热 我告诉你们 你们自己相处看一看 今天脸色全都化红光 头上全有光环 还想见这眼睛看下去 你们几乎百分之八十的人 头上都有光环的 希望你们要好好地学国修行 你们要记住 这个 这个当中 这个边上全会有光环 光环最少的地方是这个地方 那么你们这个地方 就好好的学国了 这个后面这个地方 你懂得懂吗 就是头上光环很少 所以我希望你们 好好地学国 你们一定懂得 学国的人 能够得到菩萨的加持 读书的人 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 我们考过学国 我们认真学国 我们将来就能成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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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